9月24日,吴秀波突然被陈玉玲爆出猛量,趁自己和吴秀波有七年地下情,苦苦等待,此后最后却被吴秦抛弃,自己还经常受到张纸戏的骚扰,已经患上了抑郁症,同时陈玉玲还爆出吴秀波, 波斯侠生活混乱,另有几名女子与她秘密交往,一时间网络上展开了锅,金河氏该内容确实是陈玉玲所发,而张智希也在第一时间回应,她在否认的同时寒沙逝影,一句,神圣风她也不稀奇,似乎另有所指,吴秀波本人一直未作回音,据传她已经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了, 不知道在处理什么事情,从照片上看,陈玉玲和张智希长得都很漂亮,虽然都是不太聪明的演员,但好好的姑娘不太相信会拿自己的声誉刻意抹黑他人,随后吴秀波公司报告之哈做出回应,但并没回应陈玉玲的内容, 而是把矛头对准了部分转发网友和媒体,让人觉得莫名其妙,吴秀波在演艺圈一,只是个勤勤恳恳的好演员,她的个人生活也一直很神秘,但外界都知道她有老婆和孩子, 这次被陈玉玲爆出猛料,也希望她出面回应一下,网上曝光的喜天影是给八卦国主发出的高之涵私信截图。 我认为八卦国主发出的高之涵,我认为八卦国主发出的高之涵,